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辰輝 歡迎收看股市未來學 如果說各位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你在禮拜一收盤後你看台北股市 你說我來看看這個股市今天怎麼樣 漲市是7點 這不夠 然後你第二天打電話問營業員 有什麼股票可以買 這不夠 因為今天漲47點 我相信仔細的人一定看得懂 這尾盤這個地方大概29點 跟禮拜五剛好是相反 禮拜五壓下來的部分 今天禮拜一尾盤又把它收回來 那早盤第一個小時往下壓 往下壓回來它在側買盤 側買盤就用你自己當標準就好了 請問各位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你誰 有多少人 在今天早上 在今天早上 9點到10點這個中間 壓回來的過程當中 誰真的大筆的去敲進 買進股票 基本上我在看 還是少數了 還是算是比較少數的 所以散戶的買盤不積極 不夠積極的情況之下 它尾盤再坐駕再拉 這個叫做側買盤 可是各位必須要了解的是 今天盤中的條件有一個地方 它的期貨一直比現貨 像這個往下壓的時候 期貨都先殺 期貨都比現貨要慢 所以這個是很久以來 第一次出現的現象 我要特別提到 我要特別提到 不是說今天禮拜一盤中的期貨比較弱 然後它就會跌 並不是這個看法 而是每一個小地方 你去把它做記錄 你把它做記錄久了以後 它這個小小的訊號一直累積 訊號一直累積 最後才會是各位 或電視機上面很多人講的變盤 那個變盤它不是突然發生的 它是一定是有一定的訊號 不斷的累積累積累積 到最後你才會看到變盤 更何況 今天的電子股當中的領先股 有一半以上 它還是對大盤是有支撐的 我會帶大家看 除了有一檔股票 你會覺得奇怪的是 尾盤的宏達電是往下殺的 尾盤宏達電為什麼往下殺 你與其到今天問我說 為什麼宏達電尾盤往下殺 我在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至少有兩三個禮拜 少說有三個禮拜的時間 這三個禮拜當中 從五月初 我邀請各位說 你到我們會員專屬的分析附陸 這一天我就寫了很清楚 它能不能從170到230 所以我邀請大家到分析附路去看 你當時有兩三個禮拜的時間可以了解 這兩三個禮拜的時間當中 你去了解了沒有 這個很重要的事情 你當時有兩三個禮拜的時間可以了解 這兩三個禮拜的時間當中 你去了解了沒有 這個很重要的事情 這個不是說它漲跌的問題 我不認為它會一直跌 宏達店 我也不認為說 你就因為這個一次的沒有去了解為什麼 然後你就不會賺錢 也不是這麼說 但是有兩三個禮拜的時間 如果你是積極的投資朋友 你去知道我當時談為什麼 他能不能從170漲到230的原因在什麼地方 你要去看 當時我不是算命的 我不能跟你算命說 他會從哪裡漲到哪裡 而是你一步一步去看到的條件 它是很清楚的 所以你也不用什麼60張100張 跟他在那邊拚 我有沒有說過 所以但是你現在看到是宏達店 但是今天的盤面當中 他有一些領先股 比如說2474的可成 他還是比大盤要強 這個是電子股當中的領先股 它還是比電子股要強 3008的大立光 尾盤往下壓 所以你現在要注意 很多之前我談過的領先股 電子股當中的領先股 它也在一個一個在做變化當中 所以變成結論 電子股它目前它還有能力 橫盤 我沒有說它會往上漲 電子股目前還有能力 是因為裡面還有一些電子股 領先的指標股 它還具備有支撐 那我們可以簡化來看 金融股今天有創新高 金融股今天在10點15分的時候 我把金融跟電子印下來 我是要提醒大家 金融股今天有創新高 但是沒有成交量 在10點15分你就可以知道說 它創新高 但是它沒有成交量 這個問題就是 它有一個整理 它有一個整理 它有機會形成一個 往右橫盤的一個強勢整理 是強還是弱 我又給大家一個位置 這個位置如果你忘記 等一下你還會看到 這個就是目前盤面當中 你不是去看它漲47點 而是要去看當中的一個 期貨跟現貨的關係 還有整個金融電子 跟傳產之間的一個結構 甚至於包括電子股當中的 領先股當中的 每一個個股當中的變化 它不一樣 那這個禮拜 金融股一定是要撐住的 金融股裡面的華南金 它尾盤還是往上 它還是要收在平盤上面 但是你看它的K線 它是這樣走的 華南金的K線是這樣走的 它是要撐住的 所以這個禮拜的金融股 它變成在電子股橫盤的時候 金融股變成一定要撐住 所以又回到上個禮拜四 又回到禮拜四 我跟他談的結論很簡單 就價量只要撐住 就價量只要撐住 所以這個禮拜四 這個禮拜四的9109 到今天6月3號的9123 9109 9123 它還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往右橫盤 但是整個趨勢 整個趨勢 它並沒有變空 整個趨勢並沒有轉空 所以變成懸股的問題 但是整個趨勢 這個問題就會出現 等一下我會來做一下 什麼像選股的一個測試 我們用一些個股來測試一下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你到底準備好了沒有 你說選股選股 每個人都說選股 檯面上講的 我認為沒有什麼用 是你自己 你自己選股的模式確立了沒有 所以我們等一下 用一些個股來測試 那我先回到投資朋友問的問題 很多人一直問說 要不要買 要不要買 可是我要講的是 它雖然沒有動 我們也沒有真正的大量去做切入 我也還沒有帶真正的組員 會員去做切入 可是你去看它的子公司裡面的滑邦店 這一段反而是滑邦店在漲 然後你再看 5469的漢宇博 後面這個地方它也是往上漲的 然後再看2492的滑心科 你看從滑邦店到漢宇博到滑心科 這整個滑心集團的子公司 它反而先動了 那為什麼真正的控股公司叫做滑心嘛 你剛才看到的不管是滑邦店 你看到的 不管是滑邦店 滑心科或漢宇博 它全部是由它控股 它是這所有公司的控股公司嘛 那它什麼時候要動 所以要去注意啊 是不是 因為它的子公司 它不會自己動 我跟你講這種公司 他們家的股票 不會有事沒事 由這些子公司先動 因為後面的控盤非常的嚴謹 那個一定是 上面的老闆說了算 那為什麼從小的先動 那最重要控股公司 我們就一起注意 不要隨便出手 但是你出手的點 一定要有意義 等一下你會看到 我們實際的例子 我今天剛好又看到這張圖 11月去年11月5號的 6185的尾翔 你光看這個畫面上 你會發現說 雖然這裡有兩個紅色的框框 可是它已經漲了啊 你說它已經從23塊 漲到29塊了 從23塊 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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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從23塊 漲到29塊在這裡 你當時看到的是 23塊多 漲到29塊 這個地方你會覺得說 它漲很多了 漲很多了 可是它又從29塊 漲到49塊 這一段才厲害 23到29 這一點都沒有什麼 當然你事後來看 事後來看 可是29到49 這一段是怎麼來的 這個就是 要有一個中線的條件 包括當時它是做什麼 它是做DDR的 記憶體的連接器 所以我打了一個3474的華亞科 3474的華亞科 3474的華亞科 在當時也是只有19塊 19塊 25塊 漲太多了 30塊漲太多了 47塊 從19塊漲到47塊 這個才是厲害吧 所以任何股票 我不是說我們都是從頭賺到尾 而是它當時的條件 跟我最近在節目當中 我一連串以來跟大家提醒的 中線的條件 中線的條件 一定要了解的是 中線的條件在什麼地方 中線的條件 像6168 紅旗 LED的 你問我說 可以不可以買 它有漲 我們這位投資朋友 你問我它可以不可以買 它有漲 漲了至少有十幾個percent 這個短線 你問我說可以不可以買 可是它少了一個中線的條件 所以你不管有沒有買 它就是一個短線的條件 短線條件你就是用短線的處理 不管我怎麼跟大家做報告 短線也好 中線也好 你聽也好 不聽也好 你認為說它是你需要的方法也好 我只是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有一個東西一定是騙人的 一個會員買一檔股票 一個會員買一檔股票 100個會員可以買100檔股票 可以買200檔300檔都沒有關係 只要買第一根漲停板 買第一根漲停板 買第一根漲停板 這個也有人去買第一根漲停板 或者去追高 不管 跌下來的時候也沒有人管你 這個是手法 這些是手法 它不是方法 這個叫創新的手法 不是方法 但是我要給各位的一定是方法 如果你要看過的話 你就算沒有電腦 你光看會員分析附錄 你可以在5月26號 你變成5月27號才看到的 5月27號 你是這個地方才看到 這個地方看到 還有一點點空間 可是我們現在要做的是 5月26號晚上 5月26號晚上 你就可以透過你的電腦不用軟體 你可以看到5月26號晚上的宣得 這個是一種改進 你會在5月27號裡的寬佑 這個部分才可以看到 那他把自己的寬佑 一開始秀 然後你出幾個寬佑 吃到一個寬佑 這個應該可以撐得 一個新的寬佑 而你剛剛能說 他今天一開始 這個寬佑 這個文明明 你怎麼可以可以看到 禮拜五的晚上 禮拜五的晚上你可以看到寶達 可是我為什麼這裡畫了四個藍色的圈 全是因為 你還是要有自己人工的一個看法 就算以後電腦給你 你要知道說它習慣性的 爆量過高就拉回 過高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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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的漲停板不是讓你去追的 這些個股它都有一個共同特性 你說我只做波段不做短線 可是任何的波段 它都從短線的訊號開始 任何的波段 它的短線訊號都是一樣的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請注意 我上個禮拜談的 這個所謂的智慧選股不用軟體 你也不用去裝什麼軟體 我只送給我們的會員朋友 那很多人在問說怎麼預約 這怎麼預約我等一下會簡單談一下 我不想在節目當中談太多 但是我前面講了很多事 我給大家的一定是方法 而且是簡化掉很多你麻煩的時間 你做功課的時間 每天省了你三個小時 五個小時的時間 那個就是價值 你每天只要省了三五個小時的時間 你的生活品質 你不會一直埋沒在這整個股票市場當中 你的生活品質會改善 那為什麼我現在還要提醒大家 你還是從現在開始 去看每日分析附錄 因為真正的方法給你的時候 六月份 什麼確定的時間我會給大家 真正的方法給大家的時候 你會變得很簡單 但是因為它是方法 它不是手法 它不是騙數 所以方法選出來的股票 一定不會只有一檔 那如果是三檔五檔的時候 你要第二天早上 你要去選哪一檔 好 怎麼樣做選擇 我等一下回來我們就用六檔股票 明天的個股 明天我認為你可以注意的個股 然後我們來測試一下 這六檔股票當中 你明天要選哪一檔 我們待會見 別靠父爸爸 買房靠自己 買房要靠捷運站 要靠威秀商圈 要靠商業核心 要靠休閒水安 輕鬆房價要靠海洋都心 26258880 真 股市最真實的語言 傳 有價值的方法傳承 長 會員專屬績校長紅 現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傳承車線02-8101-0600 您 您準備好了嗎 為了您的負責 為了釐清複雜難免的趨勢 心態一定要改變 改變才有機會 改變操作彼此 投資才會賺錢 讓您穩健獲利 這是我們的承諾 讓您安心操作 這是我們的保證 馬上接通電話 改變您投資的命運 02-8101-0600 真 故事最真實的語言 傳 有價值的方法傳承 長 會員專屬績校長紅 現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傳承車線02-8101-0600 請用五分鐘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的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擔有 嘴記聽 先用記聽五分鐘 大家好 歡迎回到股市未來學 禮拜五我們有談到 這些條件 今天這個不太符合 但是這兩個都符合 這些條件在節目當中 我一邊跟大家報告 你簡單做紀錄 你都可以應付這個行情 但是你要的答案 你說我的股票會不會漲 我做都會不會漲 方空會不會跌 我把新的方法再簡化 簡化成簡單的一個答案 每天你都會有一組答案 在當天的晚上 你就會看到第二天早上 哪些個股幫你準備好 比如說我們現在這樣來講 大盤就算它在9150到9000點這個地方 再來回測試 可是它的趨勢沒變 因為該漲的時候它有漲 該漲的時候 該沒有讓它彎下去的時候 它沒有讓它彎下去 所以你現在剩下是選股 那選股的時候 今天你會看到六檔股票 我們現在把電腦畫面 我把它停在電腦畫面上面 我把這六檔股票 一一的放給大家看 第一個是邦特 我們看電腦 停在電腦上面 邦特掌停板 看起來很強 6206非節也很強 然後你可以看到 8215的明基財 這個都是你今天禮拜一 6月3號盤中 你可以看到的強勢股 但是另外的 比如說5347的世界先進 一點都不強對不對 9136聚騰 不怎麼強 因為它一直黏在平盤附近 好1582的信頸 這個其實跟前面的三檔股票比起來 也不算是強的 但是這費怎麼分成兩組 因為當未來你看到說 每天早上晚上應該是晚上 每天晚上 在五四四五四三檔股票 我看一看 我們說八點鐘 就是八點鐘 你看到第二天的選股的時候 比如說出現六檔股票 那這六檔股票你怎麼篩選 因為我講過了 為什麼不是一檔 讓你自己去做就好了 因為我用的是方法 我用的不是騙數 也不是一般的手法 來欺騙投資朋友 你既然是方法選出來的 條件選出來的 它一定不是一檔股票 但是會很簡化 萬一簡化成明天 比如說這六檔股票 那你要學哪一檔 你還是要有基本的判別方式 比如說我盤中就把邦特印下來 當他過了74.4的時候 他尾盤是過了74.4 漲停板 但是當他過了74.4的時候 因為他爆量 所以你暫時不要追 然後如果你要看明基財 明基財的位置 應該是在下來一點比較好 這個都是基本的功夫 基本的功夫你認識了以後 你從分析附入以後 先了解之後 未來智慧選股給你的東西 你才有辦法判別 這個今天很弱 這個都不強 可是反而我認為 這個部分的個股 紅色的部分 反而你是可以明天 在盤中稍加去留意的 這個就是我要在這裡提醒大家的 電腦絕對不會解決你所有的問題 電腦絕對不會讓你自負 我可以大膽的跟大家講 任何電腦軟體都一樣 但是方法一定要有 簡化你的流程 節省你的時間 這是現代人必要的 所以我是符合各位的需求 然後花很多的精神跟資本 金錢來幫大家做設計 另外有一些你自己要了解的 比如說這股票漲停板 你不要光看漲停板 要知道原因 原因在什麼地方 因為群光跟群電 要搶它的董監持股 董監式的席位 這個背後的原因要另外了解 然後我們沒有辦法什麼原因 都了解對不對 話說回來 我們沒有辦法什麼股票漲跌 都去了解它的原因 所以我們只好把方法簡化 把各位投資朋友 你所使用的判斷方式簡化 那簡化當中最簡單的就是 它中線的條件在哪裡 連這個老舊電子股 連這個股本154億的起點 這裡是11.35元 所以11.2元 當天是11.2元到11.6元 在11.2元 你也可以判別說 這個中線的條件 這個中線的條件 跟這個整理完之後 整理了好幾個月之後 14元多再漲到19元多 今天在漲停板 先看今天 今天的國劇又快創新高了 但創新高你不要追 因為我們是要找賣點 我們開始要去找波段的賣點 這個是我之前都已經事先談過的 好那今天漲停板 已經又要創新高了 可是你怎麼樣重複的 從這個11塊多 短線的訊號都一樣 14塊多短線訊號都一樣 然後形成一個波段 再形成一個波段 這14塊多在這個地方 其實你也可以看得到 不是我事後來印 而是你事先 你在這個地方 你自己都可以看得到 因為短線的訊號 它上來之前都一樣 任何中線 任何波段 短線訊號都一樣 然後到今天 你說它為什麼漲停板 因為它又碰到這裡 它又碰到這個地方 經過整理完之後 先拉一段 這14塊多 14塊多在這裡 然後到今天 14塊多拉到19塊1毛5 今天18塊8毛5漲停板 在漲停板之前 是因為它先又拉回來 碰觸這個位置 但是不要追 因為我們開始要去找買點 這些你把它中和的運用 就跟我禮拜五談的都一樣 禮拜五我說你先不要去追 雖然它還在創新高 你看過了此股 它今天還在創新高 但是你先不要去追 等什麼 等跟國劇一樣 等跟國劇一樣 等跟今天的國劇一樣 這個地方在上來碰到的時候 你要買或加碼 到時候就變成另外的一個 短線的訊號 跟任何波段的起點都一樣 所以這些 包括說你5月22號晚上 31塊9 你怎麼去看到雨瞻 而不是今天的37塊 這個6月份 提供大家的智慧選股 我的建議很簡單 各位要好好去利用 什麼叫做利用 什麼叫特別款 叫特別條款 6月13號之前 我提供一個特別的條件 給前15位的投資朋友 誠心的建議 大家好好利用吧 好 我們明天再會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平估並自負 投資風險 台風季節來臨 我們來看看防海準備 做得夠不夠 準備沙包 固定招牌 屬同溝渠 不怕風雨來 目前網關潮 釣魚或不當外出 防災用品準備好 防台不煩惱 記得隨時注意 颱風相關訊息 危險區域的民眾 請及早避難疏散 內政部相防署提醒您 真 故事最真實的語言 傳 有價值的方法傳承 傳 會員專屬績效 常宏 現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傳承車線 02-8101-0600 您準備好了嗎 為了您的負責 為了您新夥雜難免的趨勢 心態一定要改變 改變才有機會 改變操作彼此 投資才會賺錢 讓您穩健獲利 這是我們的承諾 讓您安心操作 這是我們的保證 馬上接通電話 改變你投資的命運 02-8101-0600 真 古事最真實的語言 傳 有價值的方法傳承 常 會員專屬績效 常宏 現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傳承車線 02-8101-0600 電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